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大家 张老师 这是我们听过的 对不起 我没看见 哎呦 张老师 我对你早就神往一角 我天天站在电视门开 看着你啊 我就望穿秋水 希望早点来到这个 为什么不是这个平台 对啊 这个机会 好 我现在 我说太多了 张老师 你先说一说 小罗 你别那么演了 行吗 哎呦 真受不了 觉得小罗已经控制了 没有 那个急诊医生还在吗 那急诊医生还在吗 我真不好意思 你从你上来之后到现在 你干嘛呢这是 你噼里噗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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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说什么 你想说的 这样 你把你刚才说的那一堆话 用一句话概括一下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什么 就是说 就是我是一个经历丰富的人 我希望我能够得到大家的确认 因为我没有辉煌的业绩 但是我有志气的内心的死在 希望通过这种交流 得到大家老板的信任 这个是个关键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 你是什么都能干 但是干什么什么都不成 这个话说的有点道理 我现在这样 老斐 你先在这站着 我现在挑两位老板 我让平时说话比较客气温婉的 尹峰小姐 你先给个评价 第一印象的评价 也算给她个建议好不好 就是感觉有点没规矩 没上下 没分寸 没自控 好 来 那个姚进波先生 可能准备过度吧 我感觉有点 尽量就是和平时自己的这个状态一样 不要因为这个节目 你故意做一些 过分的东西 好吗 明白了 这个话说的好 确实是 我有一点准备 不要把你所有的准备全扔掉 停 都扔掉 好不好 罗飞 咱今天要找什么工作 我找的是一个策划文案类的工作 策划文案类的工作 你策划过什么文案 策划我的资料 麻烦后面交给这个先生看过 有很多 我给大家大声朗诵一下 重庆首条BRT快速公交通车仪式 杠现场布置和仪式流程 什么地点在哪 项目描述主席台背景板 路线布置 议程安排 这是策划呀 这个我要说明一点 我不会说吗 你刚才说 我干了这么多 但是一事物成 就是开花不结果 这个现象 就是这种 我们先就是 我现在为什么 刚才说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说这么多 就是说展示我经过这么多 有这么多经验 能够做活动策划 所以这一点 我对不起 说的有点多 有点嘴美过度 那你拿成功的策划来 不能拿没实施的 这个后面还有 还有郭东霖的那个 郭东霖的什么 郭东霖的品牌酱油 郭东霖的品牌酱油 你策划了什么 这个是一个 一个产品 新品推荐市场的一个推广 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 我是企划经理 我们就考最基础的吧 你既然硬性策划 对吧 你又做过成功的项目 我就想知道 你熟悉的策划的工具 理论都有哪些 随便说出四个来 我就可以继续留灯 是吧 请讲 做策划的东西 它就必须 就常用的理论 我都可以提示 它必须了解 我都可以提示 比如说 4P 4C 4S 这些东西 这肯定是必须的 哪有放出个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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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说的是 用策划的理论 你死我的分析 我听过 4S我还投一回 比如说我们肯定要 对产品 价格 就这么回答我吧 我们的问题 你说一下4S吧 第一S是什么 第一S是什么 反正现在你给我感觉 这前十分钟 到现在为止 你是个水货 我希望你4S 讲清楚以后 让我自己抽自己一个耳巴 我不是 你不是水货 我是水货 一S是什么 一个是产品价格出销 这个S怎么读 渠道 渠道 S的拼音有渠道是S 是吧 我现在再阐述一下 第一告诉我 4S的第一S是什么 我现在要听4S 我杜志尖 资金为咱们什么 听过4S理论 大S小S吧 4P我是听过的 不是 不是 我在公司里面 我会来号 就是S 不是 这三个 还有一个 你说是这种 第一S 你当然是渠道 我算你 听我给你讲 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听我说 我不要你解释 既然是你叫我 我来上台 我肯定要听我解释一下 是吗 第一S 解释第一S 这样老杜 老杜 咱们别怀问太浓了 也许是个奇才 你讲吧 我跟你说吧 是这种 首先我 我这个 我对于营销 策划的理解 有的东西 同你们所讲的 理论的东西 有点不符合 为什么我刚才 讲我这么经历 就是目的是 强调我的经历丰富 然后我有我自己的一套 认知的理论 你就是 这4S 这4S是你着急了 脱口而出的 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还是你自己 总结的一个东西 我自己总结 还是口误 你自己总结的 你自己总结的4S 我跟你说 我把这两个过程 一个是我所说的4S 是P这个东西 确实我对英文 是 那你总结的4S 是什么 我是有两种 以前过去的营销 就讲究 比如说是产品 是产品的时代 就是讲究价格 产品 价格 然后 然后出销 还有渠道 这四个 他说是4C 你现在东西 有够几个东西 结合在一起 那不是你总结的 4C 不是你总结 4C有 但是他是 你说4S 这是真实 对不起 小罗 你知道 就一般大学生 毕业了 常用的这种理论 策划理论 有十几个 当然现在每期 都会有创新的 这些微创新的理论出现 你一个都说不上来 不代表什么 也许你没有专注这一方面 但是你在 发明创造了一个理论之后 我们听了没觉得东西有用 咱们现在呢 你们也冷静 你们也冷静 你也冷静 我冷静 我给你一个平静的阐述时间 阐述的问题是 你曾经策划过的最成功的案例 是什么 以及它为什么成功 我在02年 01年在西部尺都 做首届尺都 这个大活动 十几乱很大 方言几平方公里 全都是那个广告 我给他做招商 我就招商了 你这有招商吗 肯定有招商 里面有 但是没有写 他叫我去 我做一个总体的规划 他叫我具体做的时候 我再给他来东西 不然我给他 他去做了 你刚说完有招商 我打开之后 你又说没招商 在里面 我叙述过这方面的内容 哪儿呢 如果要去招商 我会告诉你 怎么去招商 采取什么办法 我现在都可以 现在说采取哪个办法去招商 因为各位老板 你们没有时间 看他的这个方案 我的时间 因为我要和他聊天 我的时间也不足 刚才呢 我就委托我们现场 坐在第一排的 这两个现场的观众 他们是大学二年级的同学 我就把所有的材料 都交到他们了 我说你们帮我看 让他们看一下这个文案 你们作为二年 是二年级吧 大二大三 大二 你的感觉怎么样 给我一个你的评价 直言不会 好就好 有问题就说问题 总体方案 我由于是在学生会 当然学生会干部 然后各种活动的文案 和经费策划 这种策划书 我看过很多 真的吗 大二就看过好多 太了不起了 来继续 那个叔叔 这份 叔叔 这个 小大哥就死了 这个策划来说 我的一点 你先听一下 行 有不妥之处 您也多包涵 谢谢 你的指教 来说 一二三就行 来姑娘 这个活动目的 新产品的主要信息 传达给消费者 使消费者对我们产品 有个初步的认识 您初步认识的措施在哪里 还有 您既然是公司产品策划 一个公司需要策划 它的规模 必然是不小的 那为什么 您的策划方案 是活动内容步骤 为什么这么俗套呢 就跟一个小型超市 所发 所搞的促销活动 是感觉是一样的 后边您 这个是 问去哪得 清如许 唯有源头 活水来 后边您 您这个应该清楚 这样的文章 您最后一句 是用了一个试问 我觉得 我们这样的文章 是不太适合 用试问的 我看完这个文案来说 我觉得是您的思绪 是混乱的 没有什么调虚性的 如果我说的不对 有不妥之处 您还多包涵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回答点啊 小同学 你什么时候毕业 什么时候毕业啊 你来我们这儿吧 好 我跟他说 哇 爱真的 这个姑娘大华一 大华一 稍微说一句 我没说一句话 好不好 真的 真的作为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同学 预定他到华裔工作 真的作为大学二年级的同学 他的脚力 而且执行 哇太好了 真的 太好了 我说一句 我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罗飞 我真的其实蛮 蛮尊重你的 我觉得 你已经 快四十岁的人了 所以我其实觉得 其实各位呢 也可以宽容的心态 对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是很有勇气的一个人 第二点呢 我觉得可能啊 你自己的定位上 要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你需要受一些营销的和品牌的基本的训练 这个训练呢 可能不止您刚才说到的那几个简单的工具而已了 其实一个非常非常系统的知识 现在很多大学都在开设这样的课程 假如你要走一定要这样去做 好 另外一个方案呢 就是说你身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 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 你其实可以把你这个特性发挥出来 比如说你去做一些执行的事情 你甚至做一些销售的事情 销售的事情 你会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才 其实我真的不认为他销售就出色 真的就是你说话都不得体 对吧 我觉得至少情商非常低 那你做销售我也不觉得 我觉得就是你这么混乱 这么 你看你换了无数的工作 你自己反省过没有啊 你什么原因造成你今天换了如此多的工作 然后一个成功案例你也说不出来 我们也希望给你机会 但是你最需要自己反省 刚刚雷总说他不能做策划 可以做销售和执行 刚刚那个小燕姐说 销售他也不能 那我觉得执行上也是有很大问题的 执行上也会很不靠谱 你想想常常我们说执行 是要先想清楚说明白才可以做到位 你想也没想清楚说也说不明白 怎么可能做到位 像这么高智商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做执行呢 高智商的人是永远不会做执行的 你知道吗 所以啊 你有没有感觉让你怀才不遇 所以我就想问的是 对了说我能够说吧 刚才说的话我啊 我就想问的是 你从来不会做执行的对不对 高智商的人像我都不做执行的 我一样的做执行 我说我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不做执行 做什么 都忍够做 而且我从直接客户直接交流 而且是别人的反应 都说我这个家伙 你那个方案让我一看 你这么多年有没有感觉到 你和客户交流的时候 客户说你的特点是 他很喜欢给我找交道啊 这不是说 这不是吹的 原因是说你 亲和力强 然后知道他的一些需求 然后大家愿意这样 说你亲和力强 亲和力强 他没说过你爱挤眼吗 这一点确实是没说过 你们平时听不听流行歌曲啊 你们这帮老板 啰奇巴索在那说 流行歌曲里面早就唱过了 对不对 我讲了你不听 听也听不懂 懂了不去做 做又做不好 不会玩了吧 十二位 表明你的态度 吃虚吃虫 选择 乐巴薯片 提醒您精彩节目 提醒您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十二位 表明你的态度 吃虫吃虫 选择 哪里是 没 没 就是你得承认 这个世界上 有不同的聊天平台 咱们确实 我真的得说 咱们没有在一个平台上 就是接不上鬼 对对对 就是接不上鬼 是吧 对对 我说这个你承认吧 我承认 所以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回头接掌的 好的平台 希望各色求职者都来 但是我现在要改一下这句话 我们不欢迎各色求职者都来 就是我欢迎 我能承受住的求职者来 a 对对 Nico